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7月被视为黄金店面的地段的东区也开始出现夹娃娃机店 根据财政部盈利事业登记的统计 2013年全台一共有169间夹娃娃机店 到三年之后2016年数量开始暴涨 全台出现了920间店 截至今年2月全台已经有3353间夹娃娃机店 我们是夹娃娃机共和国 但是根据同意工会推估 全台娃娃机店的数量应该已经超过一万了 比便利商店还多 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学里边被定义为末端经济 代表低成本低消费的经济形态 而这也被视为不乐观的经济态势 曾经有业者预言说 今年暑假将会有一波娃娃机店倒闭潮 如今暑假即将过完 夹娃娃机台的数量似乎还在增加之中 为什么不断被呛衰的夹娃娃机行业 反而还在成长 这样的现象又反映出哪一些经济和消费模式的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第三次来到节目中的 行为经济学者冯不汉教授 来跟我们谈谈末端经济的现象 在展开讨论之前 我想要唤起一下我们的听众的记忆 冯不汉教授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之中 是带来他自己的出版社 云梦千里 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密码 是吧 我们还做了将近为期一年的赠品活动 我自己买了一些这个书 希望能够送给跟我们互动比较频繁的朋友 博汉 云梦千里还出了哪些书 这是我们家人开的出版社 现在已经没有再出书了 没有关门吧 就是在卖以前这些旧书 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出 时机不好 当初其实我家人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书 可是在台湾出版市场被视为冷门 那就想说那就余霞时间 我来选书然后家人来编辑就出版上市 之前有一些关于写作指南的像是超棒小说这样写 或者是好莱坞电影编剧入门 先让英雄救猫咪 等一下我们先不讲最后这一本 前面我听起来都有一点要传递一种如何创作或如何面对市场来创作的信息 你好像在办教育是吧 对其实其实我们的心态也比较像是在教育 因为我一直是在学校教书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这个出版书单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一门课程的课程大纲 这样子来做规划 所以有入门的书 然后有给写作者的励志书 就是我已经学了写作 可是为什么我写的东西还是不好看 可能遇到瓶颈心情不好的 然后关于电影剧本的 然后关于怎么改稿的 是出版业界的资深编辑写了给作者的建议 因为他们把改稿定位成你同一个故事 但是试着去找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它 刚才你还提到被我打断了 英雄救猫咪 对 什么书名再讲一遍 书名叫做先让英雄救猫咪 英文版原作叫做Save the Cat 可以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一个编剧鬼才 他也是在好莱坞生前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编剧老师 可是他年纪轻轻就过世 对 那Save the Cat 他讲说编剧跟旧猫咪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是他自己整理出来一个 让电影能够吸引观众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一个故事的主角登场 其实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 接下来100分钟 是要跟这个主角一同经历一段旅程 所以我是不是喜欢这个主角 认同他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好莱坞常见的做法是主角上来了 他可能先做一个能够博得观众认同的一件小事 比方说旧猫咪 对 这是一个辟语 这是一个辟语 比方说像是迪士尼的这个阿拉丁 阿拉丁那个主角 他的设定就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他本身是一个流氓 小偷偷东西的 他还偷了店里面偷了面包 然后被城市里的警卫追逐 可是当他看到孤苦无依的小孩 这个孤儿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面包 把他偷来的面包就拿去给这个孤儿 在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 那就让我们开始对一个小混混 对一个小偷产生了同情跟认同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百分钟里面 我们可能会支持他的目标 在出这些书的过程里面 你是怎么去定位 作为一个很小的出版社 怎么去面对大市场竞争 而且人人感觉不利的这种气候跟环境 其实我觉得现在出版业所面对到的环境 并不是不利 而是大幅度的转型 所以有时候需要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需要更多的网络思维 善用网络的数据行销工具等等 当初其实我们没有多想 就是挑选自己喜欢 可是在台湾的出版业 还没有被人注意到的 然后用一种比较是办教育的这种心情 希望把这些更多创作者 能够跟创作者分享 是 可是今天我们要从我们开场的小话题 夹娃娃机店来说起 商业周刊1590起封面故事 这个元气淋漓 末端经济来临 穆罕汉是台大的经济系的副教授 你对于所谓的末端经济 以及他跟全台娃娃机店的日益增长 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同意吗 或者有什么样其他的解释 其实我不太同意商业周刊 对夹娃娃机现象的诠释 末端经济这个词 他本意指的是当一个社会 大家实质薪资普遍停滞 那就可以开始有一些人他觉得 经济收入上面不能满足 但是在一些非生活必需品上面 有一些便宜低价的娱乐方式 他从那里去找小确幸 来提供生活上的一些满足跟快乐 这样讲 你刚刚这个描述 蛮符合小 这个夹娃娃机 蛮符合现况 可是他们未必会有因果关系 比方说在我自己高中的时候 夹娃娃机也曾经风行过 那时候是台湾经济起飞 快速成长的一个年代 然后在过去的两三年 夹娃娃机也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城市 也在韩国 也在一些亚洲国家 能前后的掀起一些风潮 那其中有些地方 他们的薪资跟经济是在成长的 所以我不觉得是这个薪资停滞 经济成长转型不顺 造成了夹娃娃机在台湾的普及 所以应该有其他 或者更合适的解释 对 我对夹娃娃机的现象 我的一个基本诠释是 这个领域应该是供给创造需求 你需要走在马路上面看到了都是 夹娃娃机店 然后你可能好奇 进去玩一玩 或者你在网路上面看到YouTube 然后很多人讨论 新闻报道了 然后你开始觉得有兴趣 凭空我们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夹娃娃 因为它不是一个名声必须的需求 它也不是一个娱乐的标准项目 我跟你说一个经验 大概是在2004到2005年左右 我那个时候本来是住在龙坛 我要来到台北 主要孩子上学比较方便 那么我就搬进了一个新的社区 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邻居 我们常常在游泳的时候 就是打招呼 而且有一天一邀请我到他们家去逛一逛 带着孩子就去 我发现他们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夹娃娃机 哇 他两个女儿都很可爱 都很小嘛 所以他买了一台夹娃娃机 而且是很大的 很fancy的夹娃机 那个娃娃机跟家的壁纸和粉刷 都还能协调 对对对 我记得就是粉红色系 那个让我很惊讶 但是在当时我记得 那几乎是我看到 有时候来看到的 可能是第二台或第三台加娃娃机 之前我没有特别注意到有这种东西 可是为什么你刚刚说 走到路上会看到 对供给创造需求 像是之前可口可乐有一任老总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可乐不是名声必须的 所以卖可乐的关键 就是要让可乐出现在 在消费者伸手可及的地方 大家才会买 是 那可是当全台2013年 只有169间夹娃娃机店的时候 他并不是伸手可及 触目可及 对 那那个时候怎么会变成 到后来2016年的920间店 对 然后我补充一下数据 从今年2月到现在 夹娃娃机的夹娃娃机店的数量又加倍了 所以现在财政部的数字是6678间 不是那个3353 对 又加倍 我们都吓一跳 但是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如果根据同业工会的推估 那现在可能超过2万了 有可能 对 这个地下的我们就掌握不到 那我认为会这么普及背后的一个商业模式是关键 怎么说 从两三年前开始夹娃娃机这个产业推出了一个新的叫做分租模式 这个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 大致上讲 最上游就是这些机台的制造商 然后所谓的中游就是负责开店的人 我们称之为厂主 他们找了店面 然后把机台买来摆在店里面负责整个店面的维修 营运 然后也缴税 所以我们看到财政部的资料是这个厂主的数量的资料 那厂主开了店以后 可能一家店放20个机台 他再一一分租出去 给下面实际上经营每一个机器的人叫做台主 台主 对那可能一个一个机台的租金早些时候比较便宜 可能三千块 现在可能涨了到五千 那台主我就是付月租五千块租下这个机台 我自己决定我要放些什么娃娃或者是好玩的东西进去 然后我去调整那个爪子的松紧离道角度 对就这样经营 那问题是调整机台的爪子的这个 这个这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吧 这个其实是需要经验 对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这种商业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好处是如果你是上游或者你是厂主 你的经营风险是很低的 对我就几万块租了一个店面 买了机台以后我再分租出去 我只要能够跟一足够的台主签了约 每个人跟我住半年或住一年 不管有没有人上门夹娃娃 我的收入是稳定的 然后我确定是赚钱 那对底下的台主来说的话 他们会觉得 我我要投入的金额不是很多 那有一些年轻人 他可能觉得我白天上班 薪水也不是很好 那我就来斜杠一下 那我就每个月每个月的就是出5000块租个机台 我利用下班时间去补充娃娃去收钱 然后去调整 那我就是多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有人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创业的 微型创业 而且是一个低门槛就进入 我觉得是这个模式 再加上可能很多人觉得 对于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希望有外快 助长了这个供给面的快速扩张 所以是供给带动需求 就我打听到好像还有学生 也是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 但是他出个几千块钱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台主 对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行为上面的一个现象 就大家心理上面觉得说 我投入的钱很少 时间不多 他应该是一个很好赚可以有收入的一个行业 难道不是吗 但是实际上其实未必 为什么 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数据 大部分都是总体的或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要不然就是有个人他很赚钱了 他在网络上面分享 对 实际上就像大春老师刚才提到说 调这个夹子 对 调夹子 对 他其实是有专业的 怎么说 你如果调的太松 什么人来都可以把你的娃娃夹走 那你其实是入不敷出的 对 但是你如果夹得太紧 那这些一般的夹克 来了以后发现你这里都夹不到东西 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来了 你必须在松紧之间有一些拿捏 然后夹娃娃机在那些台主 他们很多人都是自己很厉害 很高干的 所以这些有一些专业的夹克 他专门锁定了那种特别好夹的夹娃娃机 他就去那边就一直夹 夹出来以后就变成他自己的货源 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社群的讨论 有一些在网络上面卖公仔的 他们就是练了投资一点钱 就是拼命练夹娃娃 然后就是整天挑这些好下手的机台 夹回来一堆 然后上网络去做卖娃娃的生意 所以看起来这个行业还能够不断的滚出利润来 所以说能不能够 所以说你经营机台的这些台主能不能赚钱 第一个你要有专业知识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你需要抓队进场时机 比方说在2016年以前 夹娃娃机还没有风行 还没有上新闻之前 会去夹的大概就很少比例是散客 会有很多是这种专家级的夹客 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是进场 可能你放多少的娃娃都被人家很便宜的价钱就夹走 真正要能够获利的是要在这种风潮 正要开始快速起飞 有很多我们这种一般人 就为了好奇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夹 就去那边丢钱缴学费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创造收入的 那等到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已经夹娃娃觉得有点老梗了 这个是不是退流行不新鲜了 这个人潮又开始退散 那就会有一些后进的这些台主 我缴了半年的租金 结果发现门口裸雀怎么办 那我的这个钱等于就是 难道没有人会在那个被夹的娃娃上动动脑筋 比如说他透过某一种材质或者某一种造型设计 会使得他有的时候很好夹 有的时候就很难夹 这个我觉得是这是很高端的技术 有其实这个被夹的也不止娃娃 还有像什么蓝牙耳机或者是这个蓝牙音响 有那种什么小蛮腰 这个小海螺大海螺 那然后这些东西有时候是放在塑胶盒 然后有时候是放在圆筒里面 然后这个圆筒要夹圆筒其实是有技巧的 你如果学会了以后就特别好夹 所以对于专家级的这些玩家来说 有很多的巧门 甚至有些人有些专家 我光看你这个夹子的外貌 我就知道说它是好夹的还是不好夹 对会有会有这些因素 对但是我刚才讲到说夹娃娃机要能够赚到钱 除了要掌握技术掌握时机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好地点 这可以分析一下 讲白了就是偏僻的地方 大家得不会也不会过去 自然就没什么人夹 那是人潮多的地方 那自然生意就好 那可是我们一般没有在经营的人可能想说 这里人潮川流不息 这个夹娃娃店都是客人 是不是这些台主他们就就荷包满满呢 其实未必 为什么因为人潮多并不是你台主的功劳 人潮多是这个屋主或这个厂主他们的位置选得好 所以人潮多的地方他们会跟下面收比较高的租金 所以你的台主可能一个月就不是缴6000了 一个月是缴7000块的租金 你的租金就提高 所以因为人潮 就是说人潮不是你贡献的 不是你的实力而来的 那这部分的收入其实透过租金都交给这个厂主或者是屋主去了 所以他还是一个地产的概念 就是以发资就是资本利得的 对就是就是说他的地点本身是很重要 对那我也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假娃娃机这么风行呢 因为过去几年其实很多人的消费习惯陆续从实体商店的购买转移到网路 所以造成很多的零售店纷纷就是开始萧条 然后关门 关门了以后这个空间没有办法利用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经营夹娃娃机 我也不需要特别的装潢 这个机台买了摆着就好 那哪一天我这个店面有更好的用途 我机台再搬走就可以 可以是做下一份生意 总之在分租模式的这种新的演变上 上游的人收入稳定 对把等于把经营的风险化整为零 下游的众多的台主来分散 下游就分散分散之后就各凭实力 访问的是台大经济系的冯伯瀚老师 为我们讨论的主题 除了末端经济可能还有别的 比如说您对于薪水不涨之下的消费和经济现象 还有什么样的体会和观察 会觉得痛苦吗 稍后变革 马上回来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8月27号星期一 专家知识单元访问的是台大经济系的冯伯瀚教授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除了末端经济之外 还有台湾多久以来 我看我已经听了好多年了 说薪水不涨 薪水不涨 薪水不涨 可是最近 是没多久之前 基本工资调了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从头来分析一下 对 就是这个基本工资 原本时薪是140元 现在调涨成150元 然后月薪原本是22K 22000元 调涨成23100元 所以大家可能很好奇 这个调整调高了基本工资 对我们的劳工 对薪资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对 好 过去我们惯常的思维 以及它背后的这个思想模式究竟是什么 最常见的在这个大学的经济学课本里面 常常提到说 政府介入干预工资 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好 假设说我们现在设了一个基本工资 然后把它调高 如果大家的薪水原本就在基本工资以上了 其实就不受影响 这个政策多此一举 但是如果有人的薪水是在基本工资以下 这样强制调高以后 会带来两种效果 对于雇主来说 我要聘人的成本提高 所以可能我想少聘一些人 对于在工作的人来说 哎 薪资提高 所以更多人愿意投入就业市场 所以这个劳动的需求减少了 但是劳动的供给增加了 就有可能造成功过于求的问题 也就是有些劳工会因此失业 对 好 那么这个背后 也就是说我们常看到说要提高基本工资 提高基本工资 这里面本来就有一个社会福利 和福利社会 福利国家的一个构想 那这里面背后是个意识形态 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增加工资 后面还有其他的原因来导致说不定原先这个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善意 有别的解释 意识形态这点很有趣 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机制 就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准的论述 但是那个是从理论出发的 所以真实我们能不能从不同国家城市 他们调涨基本工资所收集到的数据来看看 是不是基本工资上调就会增加失业呢 结果 结果早期经济学的文献里面能够发表的论文都是认同这个看法 就是我们调涨基本工资是不好的 但是近年来过去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出现 我调适度的调涨基本工资有助于劳工的薪资提升 但是不会影响就业 好 那么为什么会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之间有这样很明显的反差呢 这个反差在于学术论文的发表 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投稿审稿的过程 那在过去在这个自由市场是一个主流的应试形态的情况之下 那变成是支持这个论点的研究报告 比较容易发表被主流期刊接受 发表在这个大家会念的这些学术刊物上 那反而是你是反对他的 可能你在审稿的时候会被用放大镜检视 你的资料收集处理有问题 你用的这个数学计量统计方法 哪里不对不对 以至于他们报告出来了 可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顶尖期刊的论文 那但是过去十多年这方面的两方的这个势力 开始越来越平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两种论点的这个的实证的结论 最后是莫衷一事 大家没有固定的看到 那么以台湾的这种 不管是你说经济发展的停滞状况来看也好 或者说生活感受里面就是很多东西买不起 对 那那那这应该用哪一派的理论 价值就是22k呢 未必只是说这个数字 大家不约而同选到了这个数字 而且这个22k看起来就会变成 你一方面还是一个魔咒 对 二方面它变成一个保护伞 就是本来应该雇主想说我可以多付一点 既然政府都讲22k 是吧那22k就是你活该拿到的 对所以就是说事实的调涨的话 是有助于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不同的企业主 不约而同所所形成 然后又卡死在那边不会动的这种 比较低技术型的工作的薪资 它在这点上面是有帮助 但是呢调涨基本工资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吊诡 有两件有两个课题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第一个是有时候会被基本 有时候会他的工作会是拿基本工资的 有些时候会是年轻人 或甚至是那种青少年大学生打工 对 那你这个基本工资调涨了 大家可能觉得找这些人来打工太贵了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这种学生打工型的就业 这是第一个效果 但是第二个效果 我觉得大家真正需要深思的 当我看到过去这几年 其实不止在台湾 其实在韩国美国的一些州跟城市 讨论要大幅提高基本工资的声浪是越来越大 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隐忧 因为同一时间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是我们人工智慧跟自动化这两个产业 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大幅的取代一些低阶的劳工 这是低阶的白领劳工 你做的是重复的琐碎的机械式的这样子的工作 那比方说我曾经遇到这个我的会计师的朋友 那他就说有厂商来跟他推销他们的人工智慧服务 就是你的这个平常的采购的这个发票单据 你只要都图档都扫描他人工智慧自己可以判读 你是买了电脑花了多少钱 他就把你的报表就做好了 那原本是由需要很多的人力来读发票整理数据的这些事情 连读发票整理数据都可以由AI来做 但是现在做提供这样的AI服务的这个成本可能还比 雇一个人要来的略高 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人的薪资调上去 或者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 机器人跟AI越来越便宜 那到某一个关卡这个情况会翻转 会出现更多的大量的这个劳力 或者是一些白领工作开始被AI取代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在思考基本工资的时候 会同时是需要去留意的 因为在未来人已经不只是跟人竞争 人还需要去跟机器人和人工智慧竞争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是 博汉 在我们讲调涨基本工资这件事情上来讲 可是他后面牵动的好像还有更大范围 或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 我觉得他背后反映的是很多人觉得台湾的薪资长期停滞 就基本工资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我们可以讲的 可是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 大家关心的不是基本工资这一件小事而已 而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能够转型 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找到出路 大家的这个平常生活购买力 生活品质能不能更好 这个才是多数人在心里面真正关心的事情 你现在讲的这几句话 正是我下一段节目要请教的 也就是说有没有扭转 我们这个死水一滩的 感觉上死水一滩的经济规模呢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8月27号星期一 专家知识访问的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冯博汉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话题 刚才我们提到了末端经济 末端经济事实上在台湾现在带来 也很长期的惶恐 好像我们的始终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动都是停滞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 因为你从大的角度来看 扭短末端经济 这个太沉重了 对 我觉得个人 我觉得从总体的角度来看 涉及到政府 然后整个产业 不是个人可以做什么的 但是每个人我们仍然可以顾好自己 我觉得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思维模式 我称之为这叫做附加价值分析 你去检验一个产业 职场上或是这个世界 有你跟没有你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同 那个不同就是你的附加价值 如果你没有附加价值 那么你在这个领域自然不会有好的收入 因为你没有贡献 对 那现在我们面对到 我刚才讲到不只是人跟人 还有包括人跟AI的竞争 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 在过去比方说电脑 然后这个Excel四算表 其实是人跟电脑 我们是互补的 我们人跟电脑要一起工作 才能够创造价值 但是现在慢慢的开始一些人工智慧 它出来的这个特性 它是取代了 它不是协助你 它是取代你的工作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去找什么领域 去建立自己的基本能力 让我是可以跟人工智慧来合作 来协力的 那这个部分 每个人在自己个人的领域 我们去思考 我们如何是可以跟人工智慧 和机器人合作的那些技能 跟那些领域 是你可以去投入的 你让我想起来一部老电影 Jimmy Stewart 詹姆斯·史都华所主演的 It's a Wonderful Life 这部片子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万念俱灰的男主角 想要自杀了都 他觉得他这个人生 Miserable Horrible到极点了 忽然之间天使告诉他 说让你看一看 如果没有你存在的这个小镇 它会变成什么样 OK 结果当然像地狱一样 OK 这他的附加价值很大 对了 附加价值非常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在他的人生之中 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 或者是个挫折的人 但是如果没有他 反而在看到那些个 越来越糟糕的社会变迁 到回过头来印证 这个人的价值是很高的 是吧 It's a Wonderful Life 说不定再回头看看这部电影 我们还会找到 在比较低迷的经济仪式活动里面 我们自己更多的价值 是吧 好了 还有 接下来我们谈谈大数据 大数据 我觉得是很流行的话题 那大家都讲大数据 可是有些时候很不幸 我们的产业没有数据 比方说是影视产业 对那我有一些在电影公司的朋友 那么他们就说只有台北市的 这个戏院票房数据可以拿到 那有的时候台北市以外其他的戏院 他到底有多少人进去看 他没有这些数据 对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数据可以帮助我们 做很多详细精准细密的一些决策 那目前现在过去就是在文化部的推动 现在每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说 前一天的这个票房 电影票房数据 可是它是总量 总量而且这个票房的话 指的是营业额 但是对于电影公司 对于厂商 对于操作行销的人 我们其实要知道的是很详细的 每一家个别的戏院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知道 去看电影的是男女老幼 是什么年纪什么性别 然后他还喜欢什么 对然后包括他买不买甜的 然后这个数据呢 玉米花 不只是营业额 我们比方说韩国人电影产业 他们不看营业额 他们看观影人次 几个观众进去看戏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才是你一个作品的影响力 那营业额的话 还会受到你票价 有没有打折 有没有赠票这些影响 然后像还有一些变数 是很容易收集 可是一不收集你就没有 叫做上座率 举例来讲 你电影排片 小厅做满 就一个空间利用来讲 是成效非常好 上座率高 对 可是如果你安排了大厅 只做了三成 表面上总人数比小厅做满的人数多 可是是一个商业上面 是一个不太OK的操作 划不来的 对 所以我们有观影人次 有上座率 我们其实必须产业里面 要能够收集这些数据 它对于片商 不管是制片发行 还是行销做决策 才能够带来帮助 我觉得它直接间接是有助于 台湾电影产业 或甚至国片的成长 还有就是在 在观影的环境里面 也就是说 当我决定去看电影了 不管是我就换票 或者去买票 这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 跟不管是跟这部电影 有关的商品 或者是跟这一个戏院 长期以来所经营的 这些个产品有关的 总之就是 你看一次电影 所做的种种消费 可能都会彼此 彼此连动 还有另外一个纵向的连动 就是从电影公司的角度 因为我的电影可能一开始先上院线 院线结束了以后 可能上二轮戏院 然后之后 之后可能会上数位串流平台 在电视上播放 那可是对于我电影来讲 我是有多重的收入 在不同的时点进来 那如果我要做这整条 这整体的规划的话 其实我需要能够把票房数据 把电视台的数据 把数位串流的数据能够整合 那现在的情况是 大家没有数据 然后就更谈不上整合 你好像有一个例子 是跟美国赌场有关的 对 关于数据的整合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是美国有一个连锁赌场 叫做Harris 然后他们当然是在 Las Vegas赌城 还有在一些允许赌场 合法的城市都有开设 那么他们曾经赌场的最高层的 这个经理人改组了 然后新上任的这个执行长 他说我们要开始把赌场 这些每一家分店的赌场的数据 做一个整合 然后要进行数据分析 找出谁到底是我们赌场的贵客 结果出现了三个事情 三个发现 第一个大家想说赌场的贵客 是不是在VIP室里面 就是非常有钱 然后带着信用卡 一直千金那些人 结果不是 他们把赌场的赌客的数据 进行分析以后 发现对他们带来最大营收的 是那些老年人吃饺子老虎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 他们怎么样去吸引 他们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在不同类型的赌客 对 坐在吃饺子老虎面前 可能长期来说 不见得这一个人可以投太多钱 对 但是他会源源不断 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人很多 很多 然后不知不觉 他的钱就就花完了 是 这是第一个发现 然后第二个发现呢 是他们去定义 有的时候来到我们店里的人 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贵客 他可能是他是你的潜在赌客 但是因为你某些地方没有照顾好他 所以他在你隔壁赌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这个赌场的 这个揽客的这个方式 去把这些人召回来 那第三个就是本来的每一个城市的 这个赌场的分店是各自为政 但是当他们把数据整合起来以后 他们可以整体的规划来操作说 哪些人我们要引导他到哪一个城市 然后其实是发挥重效 一开始各个不同城市 这个赌场分店的这个主管 都反对这项政策 就是说我的数据曝光了 是不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分店 他们就是会利用我的数据 然后把我的客人吸走或什么的 大家心里会有这个害怕 但其实不尽然 就是数据能够整合 能够让我们挖掘出来是加倍 五倍八倍十倍的这个资讯 然后这个资讯大家分享 透过一个好的组织经营的这个模式 其实是人人受惠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 在比方说我们的一些文创产业或者影视 怎么样让不同的单位所拥有的数据 大家能够汇整在一起 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数据分析的专家 然后这样是可以帮助我们产业 继续发展突破瓶颈跟困境的一个方向 其实你的话应该让从事电影发行的 这些个单位包括院线 对 来更深刻的去体会一下 因为他们的业内 不管是台北的片商或者是中南部的片商 能够充分的了解什么人来到我们的戏院 从事什么样的消费 而且他们大概年龄职业 只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察 我觉得立刻会让人动起做新生意的脑筋 没错 我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业者的直觉跟事实是有落差的 在台湾或在华人的影视圈 大家可能觉得卡斯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找知名演员 然后我要找贵的演员 可是在过去20年电影产业的数据分析 包括韩国包括美国发现卡斯的大小 这个主演明星的预算高低 对于票房帮助有限 而且很可能还是你很大的一个拖累 帮助有限 所以这笔钱的预算 如果我们能够播一部分 用到行销 用到剧本 可以让这个电影更好看 带来更大票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海角七号 跟后来的这个很多大片来看 海角七号的时候 范逸成跟那个日本女星 叫什么田中千惠 他并不是大卡斯 对 对不对 想一想 我觉得卡斯这个神话 还不如就是让 把我们片子 就是卖片子的时候 许多周边的这种活动 成为真正有意义的数据内容 对 卡斯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直觉跟事实可能有落差 那数据帮我们了解 我们收入的根本来源在哪里 对大家都有帮助